讲到雨都会讲到基隆 但讲到雨王你会想到哪一边呢 来看到了这个2018年5月设站的 宜兰西茂山侧站呢 去年的年雨量累积高达了 12,022毫米 蝉联台湾的雨王 不但是二连霸更是打破了1974年 摇米山大油矿的雨量记录 那么专家表示 西茂山蝉联雨王的关键 跟反声音现象以及地形效应 有很大的关联 雨是哗啦啦的下 全台湾到底哪里最会下 统计结果出炉 2022年全台年雨量降雨 最多的地方就在这里 宜兰县西茂山年雨量破万 高达12,022毫米而夺冠 这里前年的年雨量 有6,022毫米也是全国之最 二连霸蝉联台湾新雨王 更打破1974年摇米山大油矿 年雨量11516毫米的记录 专家点出这和反声音现象 以及地形效应有很大的关联 异常极端降雨是发生在9月份 跟10月份的时候 这个是跟反声音现象有关系 反声音现象造成台湾附近的 对流加强雨量增加 台风的外围环流加上东北季风的共伴效应 使得强降雨在北台湾发生 再搭配地形效应使得西茂山的累积降雨量 是较过去多了三倍之多 2018年5月才设点的宜兰西茂山侧站 一军突起 不过南北水晴两样晴 反观中南部去年少台风 西南汽流雨季落空 专家也提醒今年上半年 南部水晴可能会吃紧 节约用水的习惯还是要有 有水当思无水之苦 这里科业 宜兰报导